预言中的蔑视浩劫 一切将由天定 为求就是 刺邪一意问天并弃正直 此次重生后 更抛下情感一心只为灭魔 在邪地苏醒之时 灵剑子等四名英杰 追击魁帅也来到树塔内 却反遭数量众多 不伤不痛的魁族围追堵结 就在他们如礼深渊之时 一道烈焰忽然从上方 破开树壁垂直而下 这具火团正好将围困 灵剑子几人的魁族轰开 众人抬眼望去 只见火焰中心 一个人影持剑府立其中 正是获得凤凰之心的南宫问天 牛郎 我再次回来 定要把你的恶行彻底停止 此刻 问天全身上下 散发着炽热无比的烈焰 但他的语调 却让人觉得冰冷彻骨 停止 为何要停止 原来抱头痛思的牛郎 感知到问天归来的声音 心中愤怒 煞事弃勇如山 仰天咆哮 这种穿心肠的痛苦 若是成为霸绝天下的代价 我就要他疯狂地爆发下去 绝不能就此停止 此时问天 邪弟 燕王三大强者陆续回归 即将连魅共抗邪魔 给我杀 魁帅持刀向着问天一指 手下魁族纷纷疯狂地扑向问天 本于原地不动的问天回眸一瞥 豁然起身 双剑绕身玄武 炽热的火蛇 忽而化作漫天红光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众魁族一触 即被蔓延至全身 顷刻间化火灰灵 赤炎狂似跳跃 问天火镜护体 无视一切阻碍 向前扑去一剑 直取魁帅 魁帅并不慌乱 挺刀迎上 烈火蔓延至魁帅身上 却未向手下那般被火焰吞噬 帅强足弱 问天剑单剑未能破敌 另一边的天经紧随补杀 魁帅瞳孔一缩 以刀划原遇挡攻击 但问天的剑劲 突然溃爆出数道火蛇 轻盘洒下 火焰扩散 好似鸟龙网撞 将一时不绝的魁帅围困其中 虽不能将其烧伤 也叫其动弹不得 一击得手的问天 也不加以追击 大喝一声 走 招呼四英杰向外彻底 重返归来的他 一心只想灭杀一魔牛郎 无意在其他所使多费力量 这时 灵剑子告诉问天 铁心无勇等人 已经落入牛郎手中 问天皱了皱眉 忽而喊了一声 随我来 转身刺破旁边树壁 另开新路 众人紧随其后 先后进入 只见树壁内另有路径 问天恍如感知得到牛郎所在 一路不断以火进左右 穿插破开树壁 不多时 几人已来到天魔殿 而在同一时间 天魔殿内的树根突然扩张 只听一阵声音传来 南宫问天 真是冤家路窄 想不到你还没死 说话的人 正是踏步而来的牛郎 下一道 天魔殿顶 突然被一股强横的力量灌破 有道人影从外飘然而下 赫然是带着问菜 来此的玄天协地 自此问天 鞋弟重新聚首 往日的正邪立场 情敌关系 令两人不禁相视而立 店内气氛愈发紧张 少请见问天 率先打破沉寂 开口话道 物归原主 把手中九封抛还给鞋弟 鞋弟也不含糊 但然道 还你妹妹 甩出问菜到问天身旁 既然所有人都送上门 今日就把你们一举杀灭 就在鞋弟重掌 星宿节的刹那 牛郎鸣笑一声 纵身自后方 扑煞而来 鞋弟回眸一瞥 转身祭出千刀不禁 向牛郎斩去 牛郎毫不退去 琥珀成光怒武 习得了大量异能后的他 纯以刀势与鞋弟竞拼的 不相伯仲 就在两人交战之际 问天当机立断 凌空一跃而起 向着眼前的天魔像 直冲而去 牛郎虽近在眼前 但妻子同伴 亦不能不相救 浑身烈焰的问天 猛然一剑指导天魔额心 泛起的烈焰 映照的木像油弱透明 内里的景象也随之显现 经见有人以剑矢从内发力 正是想要破镜而出的烟芒 天惊与天珠剑矢两大神兵内外加工 毁天灭地的两股神力 令天庭内地崩裂 外部的木像亦随之爆碎 万古以来囚困众神的大牢 终于被彻底摧毁 伪天弓被毁 并树塔即大雨龙舟的撞击后 再受重创 千万年来被困树塔的众神元神 如同漫天荧光向外飞散 重见天日的众神 看着被焚烧的树塔洗出望外 但还未等他们高兴多久 整座树塔 默然冒出万千树根 疯狂卷动 树根扭曲变形 化作巨大的魔掌 塔顶一逐渐蜕变成头颅模样 转眼间 整座树塔幻化成千丈之巨的天魔形象 漂浮于空的众神 与之相比形同蝼蚁 而此时 树塔内的魁帅 终于挣脱了问天的火网解除束缚 以意识到 伪天弓被毁的魁帅心之不妙 历史召唤树根带着自己 从天魔巨像背部 钻出查看状况 只见天魔向外众神的元神 于空中飞舞 自己的诞生 就是为了让诸神灭亡天魔降临 魁帅向着众神一指 天魔向煞石张开巨掌 向着面前众神狠狠拍去 被揪多年的众神仙气所剩无几 又独存元神 毫无反抗之力 被魔掌处之极溃 此时天网未破 天魔巨像已肆虐人间 不断有神志被其魔掌拍中 落得元神俱灭回归混沌的下场 另一边的天魔殿内 因为伪天宫的突然爆破 令大量白骨飞出 所有人都闪避不及 伸中白骨而覆窗倒地 其中被附住的铁星吴勇等人 伤势尤为严重 北冥雪身上也被树根白骨刺穿 生死未免 见到爱人受伤 痴情的邪弟与牛郎 急忙霸占各奔所爱 手足无措的牛郎 抱着昏迷的北冥雪悲呼大喊 但是下一刻 北冥雪身上的白骨 忽然自行弹出 其伤口更自动愈合直线 当初牛郎为了治愈他身上的剧毒 将神农齿晶圆注入 在此刻发挥了奇效 就在牛郎为了爱人失神之际 问天抓紧梁姬从后方袭来 牛郎怒而拔刀相向 两人刀剑相击之下 无尽烈焰 瞬间向着周围蔓延死散 铁心生命即将消逝 问天却一心与牛郎争斗 邪弟见到这一幕 不禁怒喊出声 难攻问天 难道你连妻子也不管吗 对邪弟的斥责 问天充耳不闻 重生后的他 已然抛开一切 内心只有的唯一使命 那就是诛杀牛郎